他的功底怎么样 就是大家有时候是会有默契的 比如说是辅助要去游走的时候我就空线 我会保证自己在线上不死 这是比较重要一点 看到这个BP的画面 蓝色方式R44D 紫色方式TGAP 这里的话一开始直接是把流浪以及挖掘机全办掉 这里的TKF对于挖掘机和流浪的话 流浪其实也是一个版本强势办 而这里的挖掘机就像刚才的ML 它前面是一直是有在使用的 那像TKF的话是扮掉了小法 吸血鬼和人马 这几手的话感觉双方都在中路和打野上进行了一些针对 那这几个点办了的话 雷克赛以及人马全办 那中路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英雄给放出来的 感觉今天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R14D和TKF都可以拿出一些就是 今天没有见过的 放大招了嘛 对就是拿出来用一下 因为毕竟明天和后天还有比赛 对 然后真正要拼实力的时候再拿出来拼 然后其实对TKF来说的话 就是抓住每一次能够跟强队对决的这么一个机会 是的 如果说能拿下一分那就是黑马 如果说拿不下就是吸取经验 然后发现自己阵容哪些不足 因为有些阵容是你要必须要拿出来打过你才知道 对一定要通过实际的一个作战 你想你之前就算在练习赛或者是舞排在自己训练赛中去使用 但是你没有碰到团队以及强队之间的一个体系去应对你 但是一旦知道你这套体系和强队交战过之后 你会知道你本身体系上有什么弱病的之处 你跟别人打过之后你会发现别人是怎么去应对的 然后我的短板在哪 还能做什么样的去补充 这个其实当然这个也是对教练组的一个提示 对选手来说的话 所以说真的当个教练也不容易 对选手来说主要还是提升个人的一个技巧 那这边的话是选择了沙皇跟西维尔 这里怎么感觉是回到了6.1版本 怎么双C是直接在一二楼就出现了 这两手一起拿相对来说现在还真的是很少的 不太不太常见 可能真的是觉得我要抢的英雄没有特别多 这两手其实倒不一定会在今天作为一个手抢 是的 像244D这边是拿到了一个大树 酒桶和布隆 三手拿出来都非常的稳 是把自己的双C给血藏了一下 是的 这三手一旦拿出来的话 感觉整体的一个肉和控制的体系就已经成型了 那具体这一套阵容搭配上 无论是什么AD和中单感觉都是有一定的容错率的 而且还比较稳 对很稳 就是前排跟中排都现在都已经出现了 就看后排 那酒桶这边看到一个peak率是29.9% 不是特别高 但胜率还是蛮高的 对 拿出来的话一般是一半以上会取得胜利的 而且今天的比赛酒桶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那下午该不会又是寒冰吧 寒冰 不好说 这套阵容要拿寒冰的话 我感觉2144D这里拿寒冰概率要大一点 就跟今天会很像 对对对 哎果然 因为TKF西本已经出现了 是的 所以说他的选择还是蛮多的 包括现在的镜也是在场上 就像244D这个阵容这么稳的话 拿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镜跟布隆一直是一个好搭档 好搭档 的确 这两个英雄在下路组合起来 是会有一加一等与二的一个效果的 对 那反观这边的话呢 是拿了一组双卧轮的这么个体系 上单是纳尔 哎 其实你光从这里的一个英雄上来看 其实他这套阵容其实拿的还挺好的 首先你有控制 有沙皇 你还跟纳尔能有一些组合搭配 同时你还有加速 这套阵容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大叔要跟我打 我先跑 对 就是我是一个能打能跑的队伍 但是如果说不好的点 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会打得很后面 是 可能会往后 我们见过之前就是说 拿出一套就像扇子妈 加上这个轮子妈双妈这个组合之后 他就不跟你打架 对 他就每一次先利用他就加速去争夺视野 有的时候西北开个大招去抢一个眼 对 就是这个一点点资源我都跟你抢 对就是说 他去争夺一些视野之后 发现打不起来 不想打不敢打之后就不打了 但是不得不于说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手是拿到了一个盲森 怎么感觉有点画风一转 怎么就变成另外一个套路的味道 真的盲森这个点拿出来可能就是意味着 就说我前期我就是想在线上给你秀一把操作 你这话说的真的是 讲不定这盲森一手拿出来有他一个独到的意味 讲不定很强对不对 其实盲森 应该是个人实力不错 对一般是拿盲森 刚才那个瑞塔你也说了 要么就是个人能力很出众 要么就是自己对于这个英雄很自信 然后才会去选择这些英雄 因为这个英雄的话是没有什么更动的 本身就是作为任何版本都是可以去拿出来使用的一个英雄 主要是你玩的好的瞎子会很强 是 然后呢也不像就是说 就是像男枪或者是像刚才看到就是千诀 对 就是我在线上没有控制 他这个如果能够打得好的话 尤其是六级以后的瞎子 对 可能会相当于 就是个质变 对 就是相当于一手 就是相当于一手控制了 而且还能够就是打断对面的很多这个阵型 而且如果在团战中一脚能踢到几个人的话 那也很爆炸 对而且他还是比较灵活的一个打野 所以说整体看下来TKF整个阵容是比较灵活的 是的 如果这套阵容运用得当的话 觉得还是真的有一战之力 讲不定会爆一个冷门也说不好 但是2144D的阵容的话就非常的稳 主要现在就很苦恼 就是说如果你阵容太稳就被压制 对 如果说你拿一个OP现场特别强硬 就被针对 被针对 所以说怎么拿都不是 有的时候还是得 所以说双方选择一定是就是耳于我诈之间 最后衡量出来的一个东西 是的 好那双方已经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好欢迎回来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英雄联盟甲 及职业联赛下集赛的直播 我是绿塔 怎么又来这边 怎么又说了一遍 没关系 那看一下红色方的话是TKF 蓝色方2144D 双方五星站位啊 这个很少见了 布隆这边的话一般不是都会喜欢 就是搞点事情 对 总喜欢搞点事 木屹这边非常的稳 先去做了一个视野 双方辅助都是在这个 圆形的这个草里插了一个眼 是的 看一下盲森一开始怎么选择 是选择红开还是正常蓝开 但看他一个站位的话 应该会选择石头人开 双方现在也不太好说换不换线 对 有的时候你真的想换线 可能反而还不会去做这个换线眼了 不过看现在的一个位置应该是不换 固定在下路一个对线情况了 但是下路一个双涡轮组合的话 对上寒冰加上布隆还是挺危险的 如果说一旦配合好这里打野九筒一波 就算你这西娃儿有个盾 你还是很危险 单看辅助的话还是卡尔玛这边享受能力更强一些 不过能够配合上AD的话 不得不说布隆这个点 对 好那看一下双方的这个基石天赋 卡尔玛是带了一个风雨者的祝福 而这盲森的话是选择石光之力 没有选择很暴力的雷霆在前击 尽可能多打出点优势 我就说这边是选择带了一个明火之拥 可能也是觉得在线上会更强势一些 是的 没有选择带雷霆 这里打得很凶啊 这一开始的话是直接是点了Q技能上来就开始压血线 因为中路的对拼嘛 毕竟这两个英雄现在都是非常热门的 只不过双方的这个英雄在打团上面的思路是有一定的区别 是的 这里视角预示的给在中路啊 相当来说中路还是压的属于比较凶 下路的话经验都是给到了自己的AD吃身到了两级 是双方辅助现在其实都是一级的一个状态 二级布隆肯定是想去压一下 前面三个兵 这三个兵到了就二级了 好的 这里的话是趁二点下 但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想打的意思 是 这里的画到一下减速 但是没有选择继续去跟 对 寒冰这边稳了一手 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身上没有眼吧 那刚才眼是差掉了 如果身上有眼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直接跟了 那这边的话 双方都是二级 辅助到二级的这个实验节点是比较关键的 尤其是对于像布隆或者牛头这样的辅助来说 对 那刚才一波二级的话 是因为没有眼情况下 也是没有能够压掉 受非常多的一个血量 而且孟这边是在空线的 是的 就他基本上只A尾刀 可能是希望自己家打野 打完来或者说 对 而看到这里 虾子一个动向 应该就是要抓下了 但是中路的Rafael被压得非常的惨 他现在血瓶已经全部磕完 而且血量还非常的不健康 那这个血量的话 就很容易招打野抓 虾子本来个人实力就非常的强 而且他用的维克托 今天应该也是手热了 对 好 看一下这边 虾子这个位置 感觉是要想往下路去的 虾子本反而是要上路包下这个纳尔 双方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是的 各抓彼此的上下路 因为纳尔毕竟是面对一个大树 大树是有一种稳定的控制 感觉针对一下纳尔的前期 还是非常不错的 哎 看一下 九桶应该要出手了 这里大树的走位 好 闪捆 顶一下连珠了 这里的话二连过去 这里闪现是不交了 非常稳 红bub直接就粘住了 是的 因为就算你闪现 九桶还能补一发闪现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九桶这一波干 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前面是很好的 抓到了这个细节 如果说前面这里的 cola的闪现 如果能躲开九桶的E的话 其实还有一定希望能走开 但是前面的话 也是没有能够料到 大树的一个闪捆 也是断绝了他这个希望 对 感觉这一把 九桶整个思路 是想要帮上路这个 大树完成他自己对线 是的 然后并且建立一定的优势 并且大树在面对 纳尔的话 可能还是比较的疲软 而且纳尔刚才那部 的确也是把这个线 压得太深了 是 而且纳尔本身的话 打近战又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像打大树这种前期压 肯定会压得比较凶 那将对来说 针对一下来看一下 这踢到了 要上去打一套吗 想抢 这个风子鸟最大的一个 但是这个位置 好 直接是QE陈界 中路没有过去支援 现在整体来说 沙皇还是属于被压得 比较惨的一个情况 现在首先血量也不健康 然后还得收塔刀 相对来说 那个野区交战起来 这Rafael支援起来 肯定不会是第一时间的 而且双方中单的 这个补给品都已经没有了 如果说真的 再打一波的话 可能双方都要回家 我下单也是提前 就把这个兵线压得比较深 佐藤如果不在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 毕竟盲森在前期 如果真的是Q到 打一套的话 肯定要教技能 而且很伤 前期的盲森一套 小爆发的伤害 还是不容小觑的 这边看了一下 没有红 现在五分多钟 现在红是没有刷的 做了一个睁眼 这个睁眼就是 很刁钻的一个眼位 对 一般正常情况 不太会往这个槽里走 而且可能就是很久以后 才会被排掉 对 今天来猜一下 这个眼几分钟会被排掉 你要发动一个竞猜吗 这边是Q了一下 打到两个人 这个车 下路也是在压线 感觉这个位置 也是瞎子 做了一发视野之后 是方便自己家的 这个刷人组合 方便他压线了 对 也不是特别的危险 因为现在毕竟九筒 就算是往下路野区去靠的话 是会被完全看到了 是的 九筒现在要过来的一个 所有的位置 两个眼全是被封死了 除非他就是 直接笔直的 从中路绕上来 那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也是会很浪费时间 现在蓝buff 就要刷新了 现在看一下下路 现在补刀上下路 还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差距吧 L44D这里 TKF还算比较稳 还是多多少少 压了寒冰点刀 这好快就发现了 因为自己一个风刺鸟buff 如果没有这个buff的话 应该也是不会 往这个草里去走的 他这个真的是 比较的有先知啊 因为他现在其实是 刷了个蓝buff 是的 有的九筒可能就不会 从下路绕了 有的九筒可能是直接 会去上路帮自己中单 拿个蓝 对 那这边的话 下路也是直接 把这波线压了过去 但是现在 整个下半野区 TKF视野还是比较粗的 这的话是一个闪推 这也是一个 WEQ推下来之后 但是后排 也是没有能够跟上 就从这边过来防了一手 非常的警觉 赶紧去拿个蓝 第一条刷的是一条水龙 这条水龙的话 感觉够好 应该肯定还是会争夺一下的 水龙在前期 这个收益还是有的 片高 是的 对 毕竟线上的这个蓝线能力 会得到进一波的提升 对 但是前面那一波的话 沙皇的主动一个开启 一个团战打的还是不错的 但相对来说 召唤是技能等于是一个双唤 但下一波打起来 但说实在 下一波一旦是沙皇大招好了 我觉得WEQ推还真的是很危险的 他用双招和大招来换你一波之后 下一波你没有双招 我大招一旦推回配合盲森 绝对一波能够把你摁死在地上 对 只要盲森这个技能命中率高的话 那这边瞎子也是到六级 反正九总过来找了一波先手 哇 这大招没有炸到 这有点可惜 但是感觉第二段大可能要烫死了 烫死了 哇 果然 不过这版本的维克头伤害真的是高 对 他大招改了之后 这个二段伤害实在是躲都躲不掉 对 他就是几波伤害都是一样嘛 所以说很稳定 瞎子这边过来了 如果抓到机会 他说不定可以单杀 不过这里是有个视野的 好 这里的撒旦又是收下了 这是Rafio的人头 刚才本来预测的话则是 这Emil早点试 没想到结果是 这R144D先手是对中路动了一波手 瞎子踩在眼上了 这波如果要去动小龙的话 应该会被察觉的 是 九总回家了 这里的话是要单solo吗 下楼上上路其实在演 就是演了一下 然后没有往这边靠 自己打的话会比较的辛苦 这个话感觉是 真的是没有发现吗 对 应该是没发现 这边是往这边靠了 给到了 这一手如果是给一发大招 可能要直接送命了 这也是选择射尊 看了一下应该 是的 这是看到了 肯定是看到了 防止了一下 要不然前期这个水龙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就被打了 对 这感觉的确是有点小心机 应该是 给一个异技能让人知道 我看到你了 那你打还是不打 也是让他打到最后一颗放弃的话 也是拖慢了虾子整体的一个刷野节奏 感觉这应该是有一部分心机因素的 主要是刚才卡尔玛跟西文没有选择直接去压线 如果把这个线压的比较低的话 可能这个龙也就打了 对 中路维克托 中路沙皇肯定是过来支援的 这里的节奏非常好 在知道沙皇去亲F4的情况下 直接是选择了开龙 那这一瞎子也是万万没想到 反而自己的龙还被对面拿了 那这样的话 可能前期的这个节奏 R4D会稍稍好一些 是的 线上赖线能力就更强了 本身中路的一个对线 耗篮情况比较严重 以及下路的情况的话会有所好转 对 而且上路这个补刀的话 感觉大树也是很稳的 前期帮了一波之后 刚说完就开始打架了 刚说完很稳 刚说完很稳就立刻不稳了 但是 刚说完很稳就是捆了一个变大的大 哎 这边自己倒不定会没有推回来 感觉自己要被炸入深渊了 哎呀 炸到塔里去了 那这样的话是走不掉的 这的话有点可惜啊 这一边上自己是也是没有做好的情况 像是主动发难 结果没想到对方打也是 先一步侦测到了他的一个动向 那这一波两波的话 直接感觉Rafio是要把自己给 把自己推到坑里去了 对 纳格托现在整个发育的节奏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对 而且对面就算是过来支援的话 成功率可能也不会特别高了 是 现在对于沙皇来说就不太有利了 看一下下路这边 西威尔自己一个人 布隆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现在的TKF做的更多的就是保护眼了 对 现在得多保护一下自己的下路 下路的这个点还是最稳定 现在没有能够就是被拉开什么差距的一个点 同时还是有一些小优势的 对 周董这一波也是不慌不忙的 感觉这把前期就是反蹲都受到了奇效 对 还不是提前去主动找的机会 而看到中路的话 这里2144D的视野做的要比这TKF好很多 哦 这边自己上去滚了一套 趁着这个怒气快要消失 看这边怎么说 那儿拍出 最后一下也是走了 应该是杀不掉 上路这两个人也是肉喷肉啊 就是互相的玩一下 大叔其实在草里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等他这个怒气变少 然后上去吓他一跳 是 哎 我出来了 我又进去了 继续去补这个刀啊 那这一波的话 那儿回家可能会亏一点点你的兵啊 但是那儿有TP 看他TP怎么用 如果这个TP用了的话 那感觉下一波小龙打起来就有点不好说了 这个TP感觉不能随便的交 尤其是在现在12分钟 我感觉这会是一波血迹 这里的木讷师吧 一用了 我刚说这也是大刀 直接大招炸毁 下路刚说没问题 直接就开火了 主要寒冰这个大招 就是擦了一个边 然后流到了卡尔玛 又是一波推回 这波打推得非常漂亮 这个打非常nice 这也是配合了盲森 是击杀掉了这里前面 击杀自己两次的泰坦 是 撒蛋 撒蛋 泰坦 就是说是这样的 就是你这个成功率低嘛 但是它毕竟是有一定的几率的 多试几次 总有一次是成功的 那这边的话 虾子也是运营到了上路 想看一下大树的这个位置 大树现在如果说 没有人过来保一下的话 还是比较难受的 没错 毕竟是要吃塔刀 如果要用技能去吃的话 这个蓝条还是比较 蓝吃不消 对 竹筒这边也是上来防一手 在后面反蹲一下 因为虾子前面一个动向打完 中路肯定是红buff没有收 顺势要去拿上 如果上来直接抓一波大树的话 这大树还是挺危险的 对 尤其是现在 其实大树这个 装备和发育都还可以 如果这个点 如果帮一下 能够起来的话 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对 并不是劣势 现在 R4D这边的红buff 也快要刷了 下路刷的时候 就是我们时间所想 就很多队 下路虽然是很出彩 就个人实力很强 但就是打不起来 是 因为下路谁都不敢贸然动手 我打野在的时候 我就不推线 我就空线 然后对面就发现 你怎么突然间空线了 突然就空线了 我也不推了 一直是很长 那时间他们线都是五开的 一直在这个河道中间 对 就可以从下路对线上来看的话 双方AD和辅助的一个搭配 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对 而且这一把双方都没有出这个萃取 都是在线上先把这个BF掏出来 对 之前两把感觉是每一把 AD都会第一件先考虑到萃取 对 尤其是在换线局 那这边是一发W 被法律霍顿吃到 但是吃到之后 这个异技能真空气怎么办 九筒就在自己的后方 看着我感觉还是想搞一下这个下路 要强抓吗 这里定到了 感觉可能要强开啊 这也不开吗 还是稳了一手 虾子过来支援了 一波TP 看着我怎么说 那儿踢下来 踢到 但是寒冰一个大捆住 先手 一个R踢回来 寒冰可能直接要被秒 被秒 那儿是有大的 大招推回来 能不能推 推墙上非常漂亮 直接大到两个人 但是后排输出跟不上了 同时的话 想牵木 这里的话 无意识定到了 好啊 搜这个位置 一直在保护木 最后这两发怎么说 大叔这个位置还不错 就都捆上去 还是要死 这一大叔是弹下 三杀四杀 有没有 再一下 但是最后一个人 偷的话是北九通所收下 感觉上 这一部团真的 TKF打得很好 是的 已经打很好了 是直接回旋踢踢回来 秒掉之后 然后 那儿还拍起了 就是拍起了两个 是的 拍起两人 但可惜就是后排输出 有点脱节 跟不上了 而这里 前面的轮子吧 已经没有进来 没有蓝了 主要是刚才 Sever这个伤害打出来之后 一个人都没能杀掉 对 所以说 赶紧回家补了一个装备 新蓝刀掏出来 韩明这边先选择的是 BF转了一个卢安娜巨峰 这应该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出风 现在几乎都是这么出的 比较正确 有的时候 可能线上会做一个无尽 也是看情况而定 对 论情况而言 好 大叔这边是去到了中路 下路刷上路是换到上路去 推了一波线 现在小龙就快要刷了 五秒钟 现在的话 感觉 这TKF想抓节奏的话 得依靠自己的沙皇 在之后的团中 打点伤害出来了 沙皇现在的装备 是不可以占的 是的 现在的伤害 真的是不行 真的 中路那几波 是把自己秀了一下 现在其实这个发育 还是比较之后的 严重受挫 对 如果说真的要打的话 沙皇这个点 有点像超级兵啊 就是真的 就是说你看他现在这个装备 其实是比较弱的 如果说要打 首先要保护住沙皇 他现在这个装备的想法 就是首先我还得 防你维克托的一个伤害 然后我还得 补线伤的一个蓝号 所以说还要等 对 如果是TKF想找机会的话 还是要稳住 刚才那条龙应该是一条 火龙 火龙 是的 应该是RL44D拿到了 现在是一条火龙 一条水龙进账 那在正面作战能力又更强了 诶 强行抢掉这里 撒旦的一个 散狼 撒旦好不开心啊 好的 这边运营到上路 上路这边TKF视野 还是做得不错的 所以看来今天几把九筒 真的都是打得非常的亮眼 都是在节奏 前期的带动上起的 决定性的作用 而且虾子刚才那回旋踢 也是很不错啊 是的 然后这边是绕上去了 寒冰有大 刚那个回旋踢的话 也是证明了这个虾子 拿出来是有一定的底气 再看这里九筒 寒冰基本上是 没能够输出的 是 然后这个位置 IC有大 布隆也是有大的 前面这个 直接开大炮 哇 这好果断 好稳啊 这一边 下次过来帮一下 三蛋也过来了 感觉是四个人想要包夹吗 中路这边的这个线还可以 是 但是怎么说 现在维克托的急跑 几乎是有用就用 因为急跑的 一个CD现在被剪了很短吧 相对来说性价比很高 还是选择 先把三人 把这个上路的外台给推掉 而中路的话 是TKF选择一个兑换 其实这一波兑换的话 还很明智的 中路应该是没换掉的 对 没换掉 这波就很伤了 因为主要是刚才 这个回防的速度 有点点慢 是 慢了一点 对 然后再加上 这个大树是把这个纳尔 压得比较深的 提前压完之后 往中路去赶了 对于TKF来说 是不知道视野的一个情况下 对 不赶随意的去推进的 万一就是被开了的话 是 会更伤 而我们看一下视野这里的分布 现在整体来说 2144D把自己野区的视野 全部都给封死了 就是换句话 就是TKF你根本没有机会进来 而换句 而那个TKF这一方的话 是把中路河道 以及这里下方野区 是略微做了一些 这样的话就等于自己 以及对方野区 视野是全空状态 你是不可能会考虑 去做一个入侵 就等于是在视野上 就已经是 有点被拉开节奏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 现在他们整体来说 是比较被动的 对 就是能做保护眼 已经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就是如果说 要去做进攻眼的话 不现实 但是做保护眼的话 就能更好的 侦射到对面的一个动向 对 现在主要是等沙皇的 这个装备 沙皇也是先鬼输 然后第二件公司鞋出出来 现在还是可以去打一架 就看这一波怎么说 是的 但是整体来说 现在这个伤害 跟维克托比起来 还是要差了很多 主要是伤害人输出 还是比较稳的 而且沙皇作为一个 手比较长的英雄 是比较喜欢在 后排远程的进行poke 对 这边的话 韩冰一个人在中路 感觉如果说 没有队友在前面的话 应该是不会想要 先手开大的 对 不然韩冰光靠自己 一个人输出 肯定是不够 来看一下这里 想抓芒森 想抓芒森 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双方下路 这边一个上单 都是有TP的 大叔这边是 走着就过来了 沐浴这个位置 感觉是想扛一下吗 应该是扛不了吧 这个冰箭 如果真的过来的话 真的有可能是 四个人是强推 这个中路外塔 毕竟现在大叔和九筒 还是有扛塔能力的 来看一下 现在因为双方的一个 尤其是214D这种 还是比较足的 TKF这边是放了 是完全不想要守 对 把这个二塔放了 就把这一塔放了 就守一下二塔 一反而Q拦一下 哇 就看一下这个视野 一个布置瞬间又变化了 214D把所有视野 全部都布到了这里 TKF的野区 全部塞满 这感觉一下子自己也去 怎么就变成对面的了 而且有一点就是 他们一定把身后的 眼清掉的 就完全不给纳尔 任何绕后的机会 看一下这波抓 直接大招是定在墙上 但是直接很快速的 套上了一手虚弱 那也是帮助自己 能够逃脱了 上路这边的话 也是双人过来 做一波推进 连着掉两座二塔 感觉是有点 就是 连着掉两座塔 真的是有点伤啊 对 而且这个塔的一个 这个经济也是 把双方的经济 也是逐渐拉开了 其实这就是 做了一个野区的牵制 利用这个视野 然后从中路运营到上路 这边TKF没有视野 情况下不敢过去的 而这里九统在前期 控制要比盲森 其实要稳了很多 盲森是比较依赖大招的 双方打野都出的是个绿城 九统这边还做了一个军团 那这样的话 完全是为了团队 而着想的一个九统 是的 上路的话 装备都不错了 这里九统装备 也算是比较好了吧 有人头进杖 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补刀术 这波回家的话 看一下他是选择 要做一个冰心 对 主要是特别不开心的是 第一件 地场上的第一个冰杖 是维克托做出来的 对 这个冰杖 不管是对维克托 还是沙皇来说 手艺都是非常高的 像刚才那波 其实沙皇如果说有冰杖 或者说 能够再多一个 法术件的话 可能那个塔就能守 是的 但现在没有 但没有办法 那个经济 以及发育被压制的太惨了 尤其是沙皇 他有了冰杖 和没有沙皇 完全是两个性质 他有了粘刃能力之后 追击性是极强的 他现在这个装备 就要拖很大一部分节奏 他现在马上应该要 做深渊 深渊又要拖节奏 因为他要防住对方 撒旦的一个伤害 深渊现在这个节奏 真的是 太慢了 对 太慢了 可能也是因为便宜啊 如果说我要做一个 不用大棒的话 哇 这里五人直接 四个人 就直接顶着你在塔上了 你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沙皇在上路 这一波选择 可能是沟通上的问题 现在这一波选择 回家也不敢再推了 是 那你这里一推下路二塔 也等于是顺势送掉了 这有大问题啊 这波节奏 五分钟连着是掉了四座塔 四座塔 天哪 中路一塔 上路二塔 中路二塔 下路二塔 哇 这个大爆炸 你这里六塔全爆 你大龙等于就等于是送给对面了 而且这马上 这条水龙又刷了 这个水龙一拿的话 现在基本上 我推一波塔 我就满血了 是的 我推完塔 我还能去打大龙 我都不用选择回家 打完大龙之后 我时间的上高地 对 这节奏太快了 而且最关键莫名其妙的一点 就是TKF完全不打算去守 他把所有的一个战位和分路 感觉是沟通上有个严重的大爆炸 丢上路那个二塔的时候 是因为当时只有沙皇自己一个人 他当时连鬼叔都还没有 是的 根本就守不掉 然后其实中路那个塔的时候 是因为沙皇去到上路 他想换塔 是 他想进行一波推进 但是其实他这个英雄 现在还是比较慢的 因为他至于攻速邪 现在也把深渊补出来 其实深渊这个时候出 已经基本上是抵挡不了 这个维格托的输出了 他宁可这个时候 不要去选择保自己一个 那个持续性的 宁可是做一个兵杖 把伤害干脆就打了最大了 对 要么你就是把这个输出 直接是打一波 然后自己去 对 自己死了算了 你把输出打全 看一下这里直接一个大招 大叔感觉这一波 是直接上来捆了 应该直接死了 直接开掉了 so也是没能活下来 哇 这里节奏太炸了 主要是现在 根本就没有 严格意义上的一波团 对纳尔来说 除了刚才那一波 唯一打的 能打赢的那一波团 就是艾西提前被秒 然后撒旦开不出来 特别好的一个位置 但是像现在 你要真的再去打的话 已经感觉没有什么 一战之力了 光是从战前的消耗上来看 就已经不成正比 这里直接一个一闪 一个大招 炸一下 沙皇已经是残血了 那这边 西尾尔开启了一个大招 扛一下 大叔还在前面 前方坦 坦受塔的一个伤害 看来大叔的一个 坦度现在已经是远高于 对方的一个伤害了 艾西一直在拆塔 所以这个塔掉的也是比较快的 纳尔现在是有怒气 刚有的怒气 苦于对面已经撤退 也是没有能够把这套双涡轮加双大尔 以及沙皇的体系优势发挥出来 这个节奏来得有点太快 我有点招架不成 太快了 尤其是刚才那几波 就是好像真的是几分钟之内就发生了 十分 十五分钟的事情 感觉是在几分钟内全部都做完了 因为当时双方这个天平是公平的 对 是公平 也没说胜利 女神是倾向哪一方 因为觉得TKS打了一波非常漂亮的团战 但最奇怪的就是 明显是双方在同一个天平的情况下 你莫名其妙送了四个塔 对 这个真的是 这感觉就是一下子把天平完全是压在你的脑袋上 选择的问题 大叔这波TP是直接被推开 看这波怎么说 盲森大打也应用完了 这的话正面伤害也是不够 盲森这个时候的弊端完全是体现了出来了 so真的是吸引了好多仇恨啊 基本上每一波团一开始都是被秒的那个 逃不了这个被秒的命 踏远盘竖起来 那这波也是无尽于事啊 主要是现在野区没有饰演 沙皇现在又没有任何的防御 而且这个圆盘你要放也给他放在高地吧 基本上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沙皇现在这个点 就是没有办法去输出的 对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输出的办法 你看他戳这个大树就是根本就不掉血 是 就基本上 而且你又不敢去戳大树 你戳大树大树就来戳你了 这边还想上 大树直接生气了 说我要还大 直接大回来 大回来闪现再捆 这Rafiel直接要被拖入深渊了 同时在ML 反兵的状态非常的不错 感觉这一波快把Q攒起来了 闪现过来再点 这已经是打上头了 完全打上头了 那现在就算有了怒气 但是已经完全无济于事 就没有队友了 卡尔玛这波是复活了 但身后是没有TP演的 完了这波直接顺势 2144D拿来波大龙 节奏非常完美 拿完大龙再推你的上下路 就等于是完全是送的情况了 现在是没办法 对 讲道理TKF前期的那么 就打的那么长时间的一段运营 就中路 对 中间 那两波 推塔就等于是把自己前期的运营 都给白运了 不单是两波 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 是真空期 是的 感觉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就把这个资源完全是上掉了 全送了 真的是全送了 现在其实这个大龙一丢的话 对于TKF来说 应该是个世界末日啊 因为现在首先你已经依靠沙皇这个点 本来沙皇是个守塔能力比较强的英雄 而且还有轮子马 本身你这两个点还是有一定的清兵能力的 好了大龙一拿 你怎么清 但是主要是现在 他们这装备已经是碾压到了一定什么程度 就是说你现在兵线过来 我现在是清不掉的 对 现在就是已经不可能清掉了 有大龙buff的情况下 你就算你没有大龙buff的 你跟Rafael以及Mu 你可能各一个WQ 一个Q进行 就说完了 不是你应该这么想 就是韩冰先手一个大招 你还清什么 你赶紧撤退 然后要不然就九筒在前面放一个筒 我感觉就算是维克图在前面放一个立场 你都得撤了 都得撤 这个是因为中间的几拨经济让得太厉害了之后 其实装备的一个碾压 现在的整个经济已经是一万多 就是中期那几拨塔 导致冰线和大龙的丢失 你可以看到TKF其实是一个塔都没有拿 对比较伤了 那这边爱希也是直接去推这个下塔 C位现在算是暴露在外面 不过那儿也是没有身后TP的机会 是的 就算是TP 我感觉位置也都不是特别好 盲森这个点 其实有能力摸到爱希 不过爱希现在 整一个输出来说的话 不要太恐怖啊 是 爱希现在无论是你可以用大招先手 或者是配合九筒来打一个后手 哇 这个伤害都是不容小觑 九筒已经上高地了 那出波怎么说 这个压制力直接是把对面逼退了 这个防御塔的范围 中下一起来 这真的乌漏偏风连夜雨啊 天呐 反正是这个盲森被炸了回来 那儿这边是没有怒气的 看这波怎么说打了一套 一闪 但是大招没有炸好 但是也无关紧要了 现在直接是下路一拿 直接可以直接冲你老家了 上路就明显特别好 感觉也不用拿这个塔了 直接一波了 开门牙就结束比赛了 那今天其实感觉上来说 R14第一道不是说打得多好 就是很稳的一直在 打得非常稳 他能够抓到细节来 来侵略你的野剧以及你的资源 然后让对面打一个措手不及 我感觉是中间那几波特别的紧凑 就是刚刚才 其实三分钟发生的事情 感觉是发生了十五分钟该做的事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 感觉就是说 不拆了 这波有没有点太稳 反打一套 大叔捆起来 纳尔这边是直接要倒 直接倒 好 这是顺势一帮闪现 拳交了出来 但是这一脚踢到这里的 爱琪身上带已经无关紧要了 三发Q是直接把这个瞎子给杀了 那这边的话根本就没办法 背后撞的还不错 这也是顺势之间一波 恭喜R144D获得这场比赛胜利 是的 也是看完之后